近日有微博主發布消息說 著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在近日祭祭 很快那條消息就被證實是屬於謠言 而那個博主也都在微博道歉 說將會認真反省和檢討 並且自罰停博至少三個月 不過網民就不賣帳 認為應該要罰他刑事拘留 又有浩雲說說 3月20號上午8點多 擁有108萬粉絲的微博博主 跑車子牛發帖說 確認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已經離世 但在一個多小時後 澎派新聞就從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獲釋 楊振寧離世為假消息 知道自己闖禍後 跑車子牛才說楊振寧那條消息不確定 又說犯了錯誤要自禁7天 但都平息不了文憤 最後在當日12點多道歉 並且宣布停更新至少三個月 而帳號之前發布的 楊振寧離世帖文也已經刪除 雖然有粉絲認為他不用停更新 因為他不是故意 但網民普遍對跑車子牛自罰三杯不賣醬 指出如果道歉有用 還要法律來做什麼 認為跑車子牛以詛咒楊振寧離世 來拆流量應該罰刑事拘留並且永久封號 在內地市民因為網上言論被追究的案例很常見 2月內地網傳廣州一名外籍女教師借上門補習英文 毀虧多名未成年人 其後被證實是虛假信息 造謠者被處以行政拘留10天 而據刑法第246條規定 故意捏造並散布虛咎事實 足以貶損他人人格 破壞他人名譽 若果情質輕微的未算構成誹謗罪 但仍會面臨民事責任 不過內地官方法部的司法解釋說 若果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 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 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 就可以界定為懲截嚴重 並且構成誹謗罪 可以處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導